欢迎回到吉隆新闻现场 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市立医院特别举办圣诞节庆祝活动 今年前来表演的团体和往年有些不同 多了许多学校参与 另外江耀国院长也特别打扮成圣诞老公公发礼物 逗得长辈们相当开心 市立医院院长江耀国变身为圣诞老公公 发糖果礼物给阿公阿嬷们 让长辈们相当开心 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市立医院特别提前举办圣诞节活动 都位民意代表也到场陪伴长辈过节 一同切下平安膏给予长辈祝福 首先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那我们市立医院在我们所有同仁努力之下 我们一直都要营造一个节日的气氛 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藉由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那很感谢很多团体来提供非常精彩的节目 让我们所有的住民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佳节 今年前来表演的团体和往年有些不同 多了不少学校参与 包含盛兴高中 陪德公家等等 其中盛兴高中热武社同学 带来的舞棍阿伯表演 逗得长辈们好开心 今天跟大家在一起欢乐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不但是在这里可以开心 而且工作人员也很开心 同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长辈机会 大家好 我们是三星高中热武社 然后其实今天来市立医院来表演 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很亲切 因为毕竟自己家里都有长辈阿公阿嬷 其实都觉得有一种亲情在 不管是别人的阿公阿 其实那种感觉还是依然存在在我们心中这样 他今天来这边表演我们都真的很开心 然后也希望我们表演之后呢 然后阿公阿嬷也可以跟着我们开心快乐这样 每天都可以跟圣诞节一样快乐 另外双拳托索和台风演舞团也都到场表演 和长辈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记者曾均云 彩宝报报道